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你这个末若的家伙 站起来 雨昕的角色可能比较像是冒险者的心灵 那小月角色比较像冒险者的肉体 你有没有可能被打晕了 不要再看他 啪 一巴掌以后 就可以倒 跟前翔导演聊聊天之后 我感觉到其实这是他一直想要 表达的一件事情 然后刚好我觉得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让他用这样子最简单的方式 很抽象的行为去把这个故事给讲出来 前翔导演就是要我们两个人是黏着彼此的 所以就等于说我要从他后面连到前面 再从前面连到后面 就是完全是就是非常紧密的一个状态 一直反复这个动作 然后因为我们身上都是傻 所以我的就是皮肤几乎都要磨破了 所以那时候那个动作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 而且因为那时候排练的时候 也一直在练这个动作 就因为我会很担心如果没有做好 会让他要一直重复这动作 会对他来说负担太大了 但是他让我很放松 就是因为你会知道说他是很投入的一个演员 就是满嘴吃沙的感觉 一点也不浪漫 去补状的时候我还要就是亲嘴巴的沙 因为就是真的亲完就是真的满脸沙 嘴巴都会有沙 你把这个女生想像是电影梦也可以 所有承担电影梦的人 在这个电影行业里头 你可能拍片拍到走得很辛苦 完全走不下去了 然后突然间 你的副导跑了 你的制片飞了 你的投资商不见了 你会得到很严厉的惩罚 你会倒地 但是你还有那一丝的梦想 会亲吻着你 会让你站起来 继续背着沉重的他继续前进 我觉得这个这次的作品 变得非常非常地有生命力 当你愿意往前走 当你还有一点意志 你的心灵会告诉你 走吧 前面很美好 我们一起前进